2016年央视呢跟刘强东说 他们想拍一个京东的内部生活纪录片 用来宣传 那刘强东一听大喜 就同意了 拍摄当天吧 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啥问题都没有 后来到了这个吃饭时间 然后说再拍一个就是内部员工的聚餐吧 刘强东平时各三差五的总跟那些员工 换边的跟他们聚餐 在一起亲密接触 于是呢就拍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饭桌上的时候 刘强东他就举杯敬酒 那个摄像机就在那会拍着 他就像说大家也别紧张 说咱们拍 就像正常吃饭似的 他拿起杯子敬酒 说咱们来一杯喝点红酒 撂下杯子之后 发现他身边就挨着 紧挨着他的那个女员工 没喝酒 这个女的是谁呢 她是京东集团的副总裁叫杜爽 至少在央视播出的节目里面就这么个头衔 2017年也就是这个纪录片 拍完也就七八个月之后 杜爽就离职 至今下落不明 但是不要误解 不是他被干掉了 不是消失了 就是他应该是被动离职 虽然说他是主动的辞职 但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猜测 这个杜爽 他作为京东集团的这个元老 元老啊 他被那个 被离职 这个原因肯定是因为这次聚餐导致的 他给这个京东 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因为一次聚餐说错了一句话 办错了一件事 就被迫离开 迄今为止 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或者在上班了 你想想2017年到现在 都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 不知道在哪 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关键是怎么的 央视把那个节目给公开了 公开播放 他能回看 问题在这 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是只能口口相传 你没法复原 这个能回看的 所以说这一幕呢 就被人们大量的解读 就此他成了职场最经典的阿里之一 非常经典 下面呢 咱们就给大家播一下央视原版的一个镜头 一点不差 怎么样 这个镜头是原版的 一点没加别的东西 咱们吧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央视为啥要把这段镜头完整的回放 他拍个纪录片拍了好多呀 是不是啊 聚餐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偏偏把这段完整的拿出来 肯定是特异的 因为只要一看都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争争论 不是争议是争论 不过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不管怎么解读 这都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结果 是不是啊 决定权肯定是在刘强东手里面 但是他不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即便说了也没人信 那个杜爽 他只能靠猜呀 谁能告诉你标准的啊 刘强东倒是咋下 为什么把他给开了 对不对 他也只能靠猜 至于猜的准不准 永远没有正确答案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绝大多数也都是靠猜的 而且是没有镜头回放 只能靠回忆去猜 那么在有回放的时候 要是猜的都不靠谱 那就别玩了 是不是 就跟我想让大家说的 有这个视频 有监控在那放的 这个案子还能给整错了 那不太扯了 然后呢 咱们今天晚上就得好好地解读一下 这里面的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 我呢 我先看看大家 你们怎么说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最后吧 我再谈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个事情解读 也是说好了 没有标准的 这个不是说谁拿出来一定是对的 哪怕刘强东在这块挖挖说 你也不能当真 对不对 我说的也不见得对 你们都是有个人的想法 咱们所有说即即便是后来 我放出一个自己的感觉 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种事情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感觉该怎么样 他不像说法律 这人 性伤重伤有个标准 这个东西没标准 刘强东可以开除他 也可以不开除他 还可以把他升官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能靠财 就是大家的解读 就你单位似的 一个人 他突然被离职了 那么怎么回事呢 也是靠财的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研究研究 这个事情 我相信这个事情对于所有人来讲 在工作中都是有巨大的帮助 白哥太搞笑了 那个女的不给面子 东哥不冷情 你说他是不给面子 感觉有点半东如半虎 问题来了 假如说你是杜爽 你怎么看这事呢 老大让你走人 然后你得想想原因是啥 你肯定问老大为啥 老大说啥都没用 放心 不会跟你说手话 说着你也别信 你怎么认为 你就说半东如半虎 就这么认为 小伙子 你真这么认为 你可错大了 那下一把你就吃大亏了 如果从这件事情里面 不能总结出经验教训来 之后会败得更惨 杜爽这个人是集团副总裁 想一想 他您心底有多高 他这个人一旦离职之后 再找下一份工作是非常难的 别人不敢用 你还不敢跟刘强东发飙 发飙你麻烦是更大的 在这圈里都混下去了 这可不是咱们嘴皮子 这么一说这么简单 我希望呢 每个人都把自己转换立场 我如果站在杜爽那块 我怎么猜这个事 如果我站在刘强东那块 这事是怎么回事 另外还有就是现场其他员工 这些人怎么看呢 你就在这个桌子上待着呢 发生这事之后 没有点经验教训 瞎把在吃饭 在干啥事的时候 一点谱都没有 这可不是说 咱们拿出个讲道理那么简单 涉及到每个人以后在工作中 他能干成什么样 关系到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这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杜爽他就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咱们不谈论他这人 咱们就是旧事论事 就这个事情 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帮助 少走什么弯路 别踩什么坑 好多人都是因为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呢 一个不小心踩上一个雷 咔嚓一下子 后半生全都大扭软 正经那天有人问我 说这个工作 什么务实务虚怎么回事 我要你看看什么就是什么就虚 白哥一直说 最重要的是价值 我认为央视来了 刘强东装呢 在他单位上边 看得出来心惊胆战 你这个吧 这是你对他个人的评价 我建议呢 大家不要对个人有评价 这没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就说这个事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标准拿 刘强东可以开他 也可以不开他 还可以重用他 我是不是说这意思 那为什么要开他呢 因为咱们说了决定权在刘强东手里 这个问题的重点就是刘强东怎么看待这个事 一个人过来瞅你一眼 就这么眨下眼 你怎么看待 而且这事件就是这样 杜爽不能去法院告刘强东 刘强东你开除我 你是错的 你不用我 你要判刑 不是这个 我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你 我为什么要用你 为什么不用你 这个问题的窍门是在这 就刘强东 他到底咋想的 其实关键点在这呢 而不在乎你 杜爽怎么想 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还是怎么的 那个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强东 他怎么认为 他可以认为错了 错了 我也要办 或者若干年之后认为错了 但这事情已经不可更改 刘强东事后他可能 有这种可能说 哎呀 当时我开除他还是欠考虑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东西有啥用吗 重要就是开不开 什么时候的损失 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事情的目的 就是给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 能带来哪些启示 如何能让自己游刃有余 而不是说评价刘强东这个人 有意义吗 刘强东这么多年 现在没受任何损失 这件事情没给他带来什么损失 他混这么大 也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 把他的牌子给砸了 是不是 说的很明显了 不要感觉请假自己一天不在公司就不运转了 你这是按照刘强东他的说的话来分析的 是吧 感觉如果是内部吃饭这么说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视频是央视派给全国人民看的 怀孕了说不会耽误工作 让观众觉得京东和刘强东不讲人情 你的意思说刘强东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问题 然后才决定开除他 是吧 只能说那个女的没有价值 高龄怀孕我也不喝 女的说怀孕但绝不影响请假影响工作 大东子怕被外界以为京东是血汗工厂直播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说吧 咱们事后分析吧 这是事后 因为当时是一个突发 你想想 刘强东可能会想那么多东西吗 这个杜爽刚才说 我那个怀孕了四十月 然后不能喝 你下一秒就得接话了 你做出什么反应 是没有考虑时间的 这个都是从本能进行判断 杜爽又说了一堆 然后他明显我们看到他脸都黑了 这个不要认为说自己那啥 那个请假的话 没有就不运转了 我在美国把欧月 公司不也没导意吗 是吧 然后呢 如果是请请假 给这些年轻人 给这些年轻的兄弟们 一点机会也挺好 这是他后来斟酌之后又说的 在当时最开始第一反应是啥呢 他没有时间思考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事后可以反复在这看 事后刘强东也没看 他没法看 央视录完之后 没把带的给他 他得回忆 杜爽也是在回忆 对吧 只有这节目播出之后 才能看到回方 否则的话 大家都是在回忆 怎么认定呢 还是那句话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社会上的事 工作的事 他就这样 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呢 全靠自己猜 自己理解 然后你去怎么去做去 如果有标准答案 杜爽他会犯这个错误吗 我跟你讲 别说他对于错 既然你被刘强东开了 你就是错了 讲别的都没用 哪怕是刘强东 他想多了 他开除你 也是你错了 因为你被开了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觉得杜爽做的没错 那么下巴碰到这事 你就学他 就跟他这么干 对不对 没错吗 这世界上就这样 结局决定一切 你就错了 为什么错了 别人绝对不会再跟他这样了 信不信 不论嘴上怎么说 下巴刘强东再吃饭 再有央视 刘强 刘强东举杯子 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 这就说杜爽肯定错 所以说咱们不要谈 对错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摆明了就错的 主要就谈刘强东是怎么考虑的 他当时的想法是啥 郑爽突然给东哥以外 不是郑爽 是杜爽 东哥有想法了 对忠诚的怀疑最可怕 东哥是个画面的人 当众要东哥下不来台 东哥还能留你 转身必须干点 女的是公司副总裁 最高层了 被裁了 能拿到很多的赔偿金吗 那你问他干不干吗 让他不被裁 让他保留着 你看不看他说话在那块 老板如何如何的 这个细节就证明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他最开始跟刘强东说说 很镇定的说 刘强东扔了几句话之后 他马上感觉就不对了 你看看 他还说了一句话叫不好意思 是不好意思还是抱歉呢 反正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就老板我不会那个啥 耽误工作的 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已经 他想被裁吗 这就说明人家不想被裁的 不想要那个赔偿金 马上就意识到 我们在这看着你不当回事的 那在他那会儿 刘强东公司老大扛爸爸一句话能决定一切的事 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然后赶紧马上态度就变得非常紧张 我们看得出来 他本身是公司的副总裁 不是一个小兵 为啥这么紧张 其实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 一年度爽的孩子啥 你这咋啥点了 你这就造谣了点 但是我我就喝了 刘强东肯定喝了好酒 听到高威出动了老板的神经 他本来可以和刘强东耳语的 耳语解释一下 以茶代酒行吗 非要这样说话 他这个层次的人不知道这么讲话的后果吗 对 而且他能怕成这个样子说明京东文化 就是对女性生孩子肯定有想法 这对这是外界的解读 刘强东他当时可能是没考虑这么多 对吧 你说就突然发生的 马上说了两句话点一拉 他会想这么多吗 会想到这个啥 外界会怎么怎么看 会想到外界对生孩子如何的 我觉得他不会想这么多 咱们那是有点过分解读 无了 外界他可能会想到哎 你这么说话 央视会不会 再说央视也没决定播出 问题在这 他的一个饭局那么长时间 全程录像为啥就播这一段 他当时肯定是想着 央视在这录着呢 央视播播出现 那是另一说 播出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 他脑子里是过不来的 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 几秒钟之内就能判定出来说以后会啥样 我觉得不会 事后他可能会想 但是在当时他不会 对不对 大概东哥早就看杜爽不顺眼了吧 看他不顺眼为什么要让他一起过来吃饭 央视在拍 这不是平时吃饭 为什么要带着他呢 我要看谁不顺眼 我绝对不会带着他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在队伍到底玩杀机镜头啊 场面十分尴尬 刘强东脸色黑了 那些那些变脸了 很明显 直接就变脸啊 要不那谁 那杜爽当时那么紧张呢 你想想 他是公司的元老 干了那么多年 这个女的 他为京东可以说是付出了汉马功劳的 为什么那么紧张 他能感觉到刘强东说的话 不一般 是吧 但是咱们看起来吧 刘强东一说话是不折不扣的 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你想想他这个人从底层干起来的 干这么大 白给呢 办事说话 如果都是这么没脑子的人 还能混这么大吗 我在想 爽如果突然说 这孩子是你的 那你就出事了 你敢说这话 你真出事了 这容易判刑呢 以刘强东的实力 你就属于公开污蔑造谣 诽谤 真的 够怕警 让东哥很生气 东哥就是 当场给个态度 突然将军那一下子 给东哥说点懵 多少后来招惨 后来就不知道了 那没人知道 他确认都不知道 他确认都不知道 到了刘老板那个职位 比起单个员工更重视公司的名誉 他这个职位不能休息 这才是问题 就算现在不说 以后也保不住职位了 也有可能打印过东哥 那么高位置 几年内不会怀孕 真的没能力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老板 对 这是他原话 他后来补了这一句 这句话 这句话说完之后 刘强东就开始接这个话了 之前一直说恭喜恭喜 那你就休息休息 你怎么不休息 对吧 都是客套话 东爽说完这句话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老板 大家哈哈一笑 当时再回注意看 刘强东的表情 很像的 很勉强的笑了笑 完事之后就开始 严肃了 你这个该休息休息 无论从国家法律 还是从这个公司制度来讲 你这个情况请假是正常的 腾出时间来 给这些年轻的兄弟们 一个机会 从这会儿开始 就严厉了 怕他多权 怀孕了还站着工艺 白哥不是说大人物喜怒不清 语色 你可拉倒吧 大人物发飙的时候多了去了 那是在演电影电视剧 我跟你说 那位置位置高的人 当场破口大妈拍桌子 有的事 不给你看 你看不着而已 谁说喜怒不清 语色呀 都是人 在那块就跟呆子一样 两面瘫呢 人说啥 表情一点都没有的 不要把那个电视剧电影当真了 那是演给了老百姓看的忽悠人的 我们做项目 项目老大要是生孩子去了 那就换人的 爽姐就是拍板的人 生孩子去了 回来咋办 杜厂后来开了个果书超市 今天什么日子 这里的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讲究的 你看 刘一强东西说那句话 今天什么日子 已经有两个老员工跟我说这种事了 问题是啥 那个员工是私下说的 这个员工是当面说的 那个员工怎么没被开除 大家注意这个细节了没有 我特别注意这个细节 他为什么说今天有两个员工 跟我说这个事 都是怀孕了 那那个是私下说的吧 那个大家不知道 这个是当面直接说的 你别跟你放心 我为他们工作的 别人以为 强东是一个科学校工作的人 邀工八部的全公司人都 知道他怀孕工作 这个我感觉不太像 杜爽这个人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他不需要邀工 他这种职位 不是靠这个东西来邀工的 我在公司干了十来年了 我是元老 我需要靠这个吗 我我我怀孕了还工作 靠这个来来支撑我现在的职位吗 那是小孩 年轻人刚入职 啥能力没有没做出啥成绩来 没功劳我有苦劳 对不对 或者犯错误的人了 这个职位的人靠这个 靠我挺大肚子来 来邀功了 不屑实际的 这我可以否认你 你说的肯定是不对的 多谢SV送的红包 非常感谢 白哥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看你直播官啊 看他说话 恶意奉承的样子就不像有能力的 小伙子 看啥人分啥人 他在别人面前是副总 在刘强东面前 他就是小兵 而且呢 他知道自己犯错了才这样 他知道自己惹罗伯了 捅了马蜂窝了 你从他那个表现 咱们看着后面一连串的表现 自己很清楚 当时咋不这样呢 其实吧 这个人呢 他有点话多 刚开始说完 刘强东说恭喜恭喜 赶紧打住 还好一点 后面一句说 成了他个人的傻子表演了 刘强东只是在跟他喊血 他去解释来解释去 然后最终还说出了不中听的话 是不是 大致来看是这样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说 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这事情我是反复看了多少遍 然后呢 我仔细的想了之后吧 我觉得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杜爽他没有搞清楚主次关系 他全程都是 我如何如何的 就是解释 你看 首先这个喝酒 别人都喝了我不喝 然后我怀孕了 对不对 我怀孕了我是不能喝酒的 我有我的理由 然后呢 我高危 我四个月了 我又为什么没告诉你 他全程都是没搞清楚 谁是主 谁是自 整个都是他的理 对不对 整个过程都在讲他自己的理 站在他的立场上在讲理 不要忘记了 这件事情决定权是刘强东 刘强东这个老大 他的看法才是最关键的 你的理 在他那块 站不站理 才是最重要的 站在刘强东那块是什么理呢 我现在端起杯子了 来大家喝杯酒 别人喝了 你没喝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为啥不喝 不是 我不是在问你的理由 你为啥不喝 我是看你不顺眼 你凭啥不喝 你说我怀孕了不能喝酒 怀孕了不能喝酒 你到这桌子干啥来 你知不知道你坐在这个桌你是干啥的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桌子上 你不知道吗 咱们之前吃了多少饭 喝了多少酒 你不知道我是啥人 是不是 如果你不行 你就别往这个桌子上坐 既然坐到这个桌上了 你现在就是胃里大出血 这酒也得喝 要不你就别坐了 这个道理他就这样了 不能喝酒 你跑我这坐着干啥来 讲我这个理由 我那个理由的 问题就在这 从他没举杯子那一刻起 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而不是在他后面说啥话 后面他说刘强东没办法 你跟我说 其实你没举杯子我看不见吗 你当我瞎呀 就在我旁边 我看的一清二楚 喝完之后了 我没吱声 我当看不见 然后呢 他主动跟刘强东说如何如何 那你既然跟我说了 我是老大 我必须得接话 我不能当听不见 对不对 那你怎么说呀 恭喜恭喜 就是在敷衍你呢 赶紧就拉倒了 不想再搭理你了 然后他还没完没了的 我是高危 我四个月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 你再提到这会儿时候 刘强东就得啥了 你已经喧民夺主了 就是等于说 我不给你面子 我都是有理由的 你猜在那个没完 刘强东就得打住了 为什么后来刘强东那么严厉 脸黑了 其实就是在打住 我不想再听你了 刚才我都不搭理 你不知道啊 然后直接就点的了 你应该那啥 休息休息 给别人一点机会 这就已经告诉你了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 也给大家看着呢 哪个人不知道 刘强东什么人 他跟所有员工说话 都是兄弟 每个员工 包括快递 在我面前 都是兄弟 你不知道刘强东什么人吗 他是玩江湖的 用江湖那套东西 他对员工非常好 我既然对员工这么好 跟你们做酒店的那个公寓 然后有那个 可以免息借一百万 他可以哪个员工 只要你我京东员工买房子 我可以拿一百万借给你 不要理解 他对员工好的程度非常高 为啥 不愧为兄弟这个词 既然我是兄弟 我大哥往这坐的酒杯端起来 你不给面吗 不能喝酒 你坐到这次我干嘛来了 我跟你讲 旁边有央视在那块路着 所以说决定了 杜爽他必须被开除 只要这杯子没举 他就是要开除的 如果说这事情放在私下 没有央视 那么杜爽会怎么样呢 会至少被边缘化 因为他这么做的话 他打了一个很不好的样 他就是个女的 你要换成男的 谁会这样啊 哪个男的不知道这样呢 老大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举杯子你不干脏 就生活中也不行啊 要不然你就别坐这个桌子上来 你还扯什么我怀孕 咱们再说一点 谁说的孕妇不能喝酒啊 给我拿出科学依据来 在现实生活中 怀孕的人喝酒得有的事 孩子一点不耽误的 大有人在 你去医院 医生肯定告诉你 不抽烟不喝酒 医生一定这么说 他要求绝对 喝酒 可能会对这胎儿有影响 这是会有的 但是这概率非常低 至少来讲 我喝一点没啥问题了 你今天我怀孕 明天我肚疼 你这是什么必要的吗 真特别必要 说的 马上就发生了 我提前我不知道 现在突然我身体实放了 然后你让我喝酒 那肯定是不对劲 既然你好么样往这做的那一做 况且他最重要就是当众 提前哪怕跟老大打声招呼 近期熟了 再一下子 你俩这关系 对不对 副总裁这级别的 东哥 我今天啥 我又不参加了 我是怀孕了 你这么一说不就完事吗 不对 临时搞出这个妖蛾子来 所以说从他不举杯子那一刻起 是一定被开除的 哪怕是私下的话 他也要被边缘化 不开除你 但是不会给重镇的 咱们在生活中都是这样 假如说你这块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就给人家来了 来了之后了 往那一坐 我不能喝酒 我这有啥事啥事 你高兴吗 肯定不高兴 在职场里就这样 如果是一个小兵的话 刘强东不会走 因为啥不值得 等级差太多 刘强东不会去整一个小兵 但是这个小兵的上司一定会整他 这就是职场的规矩 不能干这事 你就逼来这个桌 就这么简单 来这桌了 这就是规矩 前规则 只要你不做 没有人会当面说你做的不对 谁也不会说 你怀孕了 为什么不喝酒 逼着你喝酒不会 但是呢 每个人都有想法 信不信在他桌子上那些人 看到他这一幕之后 都会指着咋个事 干啥呢 在这块 这个我认为原理就是这样的 就是 只要他没举杯子 事就已经定了 根本不存在说什么话 那个话吧 只不过是 只把这个事情 又推了一步而已 你在那块 一个就是解释 我刘强总我必须得接话 我不能不接 接话我说啥呢 刚开始我敷衍你了 然后你不行 你还挺没完没了 那我就只能点的点的你了 而且我这话间扔出去了 必须得做 当老大嘛 对不对 战战兢兢的企业文化 不是 我跟大家讲 这还真不是什么企业文化的事情 这就是现实社会就这样 至少咱们中国人这文化圈子就这样 跟企业没关系 你换到别的公司 老板也是这样 换成你也是这样 不信你到那位置之后 你看 你底下人根本就不给你面子 你这头举杯之后 你连动都不动 你看不见 你会 一点不当回事 真的 这人没动杯子 你就不当回事 一点都不怪他 哪个人都是这样 这也就是潜规则 如果吧 你觉得说 这道理不这 不应该这样 ok 那你下次碰到你老板 你就这么干 就不给老板面子 就是当众不给面子 假如说这个杜爽 他私下里面 一定是私下的单找刘强东说 那就没问题 或者说 我不参加这个聚会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既参加这个聚会了 坐在那桌子上 又不动杯子 那你就别玩 就这么简单 换成任何人都是 换成你你也不干的 所以说吧 我觉得对别的东西进行解读的话 是啥了 有点深了 因为在刘强东 他那个时刻吧 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真的不会想那么多的 本身这块就央视的 还有一大堆人忙活着 我余光一扫 我就知道咋回事 我那时候正跟别人说话 我脑子会想那么多事情吗 央视录完之后 会不会加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会不会播出去 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你杜爽啊 是因为啥原因呢 你是不是 是吧 有人解读 说他那个傻的 怀孕了之后 不想丢了那个职位 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哪有时间想啊 第一反应就是 丢人 把你给整来了 老大最怕他是啥 最怕自己底下的人 而且跟自己很近的人 当众不给面子 如果是一个小病 刚入职的小病 他还真不傻 不 这种人不不值得我出手 跟自己十多年的人 在这个场上直接公开不给面子 不整你整谁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的 别说这种企业文化不对 你在同学中都是这样 你这同学今天有很很重要一事 是不是 喊你过了 说咱们见案面啥的 去之后 一咔举别了 那么你就提前说 你就跟着去行 但是啥 我能回孕呢 不能喝酒 是不是 提前打我招呼 这话谁来说 由你同学来说 比如刘强东 你提前跟他说了 刘强东说你字吧 然后喝酒说 哎呀那谁 小杜啊小嫂 他那个回孕了 不能让他喝啊 咱们喝 让他说就没问题 比如你同学也是 让你同学来说 你别在酒桌上嘎下去提出来 一下就就尴尬了 但凡这么干都不行 因为咋他就是个女的 别看他副总裁 早就跟你们说过 女的玩这些东西白扯 关键时候掉了样子 这个杜爽为什么说这些事呢 我跟你讲 他是深思熟虑的 他并不是因为想跟刘强东叫板 什么的都不存在 都不是 说什么 咱们都知道企业是这样 如果这女的要怀孕了 到后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产假 那这个产假时间很长 这职位一旦空下来之后 即便回来再接受 可是也不能同志而遇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吧 有的人说从这方面解读 我认为吧 不见得 怎么的 他的年龄很大 以他在京东的地位 不存在说我修个产假 我就离职了 怎么可能 刘强东命中人 再不计再不计为面子 哪怕我不用你 我得养你一辈子的 对不对 你这股票啥的 我就养着你成天不干活 我也不能让你让你啥来的 那怎么可能那样呢 怎么我都能给你个职位 他就年龄大 他之前他没说过这事 这都有可能的 好不容易怀孕了 这不高危啊 他你四十来岁了吧 好不容易怀孕孩子 然后医生说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 他就牢记在心 然后他没想那么多 坐在这块时候 喝酒 喝还是不喝呀 我真要嘎一杯红酒下去 小孩刮没了 怎么办呢 我好不容易怀一次孕 我不喝不喝 东哥能不能不高兴呢 他懵了 然后他就没动 突然举杯 来不及想用度 他一下就懵了 等喝完酒之后 他醒醒 刘强东没支声 跟他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吧 刘强东是浮衍的 那个啥呢 恭喜恭喜啊 他绝对不对劲 大家一定是感觉到 大家的眼光不对劲了 他也看到那摄像机 他也知道 赶紧想着弥补 就赶紧往回折 折 哇哇哇 我这跟我一样 我这个都没告诉大家 如何如何呀 胡言乱语 那其实不重要了 这只能是家具 如果说他不支声 刘强东最起码 也得啥 给他边缘化的 咱们咋说 换成任何一个人 这个人在我举杯的时候 他没举杯了 他是我的很亲近的一个下属 事后我至少也要给他边缘化 以后再参加任何活动 这人不能带 绝对不能带 你要敢带他 别人就会也这么做 别人就会把这个刘强东 当不实数 随便捐你面 但是没事 哪个人在举你面子自己没理由啊 都是理由很重困呢 我今天我脑子疼 明天我回应 后天我这个啥那个有情绪 各种东西 站在刘强东的立场上 我是不考虑你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理由 当时爽脚有点上头 他那破事说 女太子也不好当 一定在事前有人说 爽脚想搏一搏高薪职位 小孩可能会那样吧 最为那个年纪 那个职位的人不会 老员工 副总裁 靠这个东西来博职位 来博高薪 想啥呢 小伙子你这都没啥 你连企业的那个 项目经理都没当过 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一个人到那位置 靠一件事告诉你 靠胁迫一下吧 还有的人猜 说那个杜房想胁迫 那个啥刘强东 是不是看那个甄嬛传 看那宫斗剧看多了 以为都跟那个电视剧一样了 让我想起张飞和曹炮了 OKOK 你说的特别对 咱们就这么讲 三国县一类就有立断了吧 张飞打曹炮 举行宴会 张飞挨个倒酒 过着倒了曹炮 说我不能喝 张飞不乐意了 高宁也乐意吗 不能喝酒 你来我这酒桌干啥来了 你为啥来这个桌 多简单的道理 最后倒了之后 又喝了 几把之后张飞把揍了吗 你给我装什么呢 大家一直在说啥 说张飞不该打人 但是从来没说张飞应该不高兴 对不对 那咋的 你不给面子 张飞就得接受呗 张飞知道他是吕布的老丈人 所以说就给他揍了 这个问题一直是张飞不该打 你可以直接给他滚 轰烛压 是不是啊 不喝酒 降职 张飞一事 看着不顺眼 抬一手就打 还忘死了一打 就说这个脾气带爆了 但是从来没说张飞错了吗 你说的这个三国这个镜头非常贴心 就这个道理 不能喝酒 就别来这一桌 就别参加 来了 你就知道应该干啥 是吧 我不会考虑你的理由 那这啥 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的 哎呦 我上厕所上厕所不能憋压 说的玩意说的 武松 卢志深那么硬 都不敢不给送家面子 就是啊 你这是当众不给面子呀 这是有央视在那拍 那肯定不行 要不然刘强东咋放的狠话了呢 把话说的那么黑 因为他一直在那块还在那块书 那怎么在整我错了吧 我不该让你来喝酒了呗 是不是啊 你怀孕了我就不该问呗 那你找我说的 我就不该提杯呗 哇哇哇讲一堆自己的理 所以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你不要总看着自己的理 谁有决定权 他的理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理能不能让他接受才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在乎自己 我认为如何如何的 那等你当老大的时候 你当刘强东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去做 刘强东做的肯定是没毛病的 这人必须得开除的 他如果后面不接那么多话 那这人至少边用话 副总你是干不了了 以后啥事你也别出席了 消停咱呆着吧 最次最次是这样 没个分析的没毛病 在职场肯定会得不错 有两位员工说回孕 这会不会是东国的话术找回点面子 那不好说 就把咱刚才说这个问题了 他直接就为了啥 哎呀今天什么日子呀 那两个员工都跟我说这个 那那个咋没有呢 那个是私下 你为什么当众说 这种事情一定得啥 我要干啥去 你不知道吗 有些时候吧 就不知道他这个副总怎么当的 在吃饭 没说突然把你给拽过来 胜大应拽坐在这 对不对 大家采访一天了 然后吃个饭 你不知道要干啥 你是自己公司 公司员工的人呢 副总裁 咱们俩关系很近的 你不知道我是啥人 你不知道我吃饭要干啥 你这种人还能留他 你刘强东西讲话了 没了谁都一样 对不对 告诉我 别以为自己能啥 请几天假 部门就散了 不可能 没了你照样 公司越做越好 相反做得更好 大家都明白了 刘强东是啥人 我既然当大哥了 给你们带来福利福利 是吧 你没有知道当小弟 该怎么干 不知道 我就干掉你 当小弟怎么当 不知道吗 不想当 你就走吧 刘强东从来跟别人说 员工都是兄弟 马云这么说吗 马化腾不会说的 所有人 在他嘴里都是兄弟 兄弟就得够意思 很简单 所以说我觉得 只要没举杯子 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等会儿吧 这也是我个人的解读 并不一定是代表这个真实的想法 刘强东也可能站出来说那个白鸽 你说的不对 我就得死了 我那个错了 这都有可能 咱们那个没说这啥 但是我个人理解就这样 在上班日时我参加这种东西 别说有没有外人有没有央视 只要是公众场合 我坐到这儿了 我坐到这儿了 这酒我就得喝 要不然我提前先跟老大 这酒桌谁是老大你知道 我能跟谁说上话 我先打招呼 我必须把这招呼先整明白了 先说 不能说的做完了再说 那是不行的 面子文化真得弊端态度 对 你咱们评价 你这么说就那么回事了 那现实生活中 这个张静我问问你 你这么这么做 你学他吗 就这一把事 假如你是那个桌子上的人 下巴跟刘强东在一起 在吃饭 你去不去 去了之后你怎么办 就完事了吗 还说那些东西对不对的 我跟你说 京东没有一个人不去的 也没有一个人在下 他这么做的 以前以后 现在都不会了 杜爽他就是一个榜样 一个反面教材 给大家生动的上了一课 京东所有员工 但凡知道这事人都会这样 这就是结局 经验丰富 今天大家觉得 当时我还说 我说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刘强东不会承认 你们自行掂量 我认为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这种感受 是吧 然后自己怎么去做去 那都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 你可以说认为这是 这事情流向动作了 那你就跟你老板这么干 这跟我没关系 领导夹菜 你转桌 领导敬酒 你不喝 领导听牌 你自门 听牌 你自门 领导唱歌 你切歌 领导喝水 你刹车 领导举杯 你先喝 领导开门 你上车 领导走路 你咋说 对对 就这概念 犯罪犯错 犯法了吗 没有 领导会高兴吗 你自己想就行 不用叫 对不对 你要是领导的话 你员工这样的话 你高不高兴吗 这完了呗 不简单的东西 其实都知道 他也知道 那个杜耍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就当时一下 没没整过来 他就想到 这是四个月 高危 你看后来都 语无伦 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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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嘮 这喝还不喝呀 这喝就 自留一下子 那小娃在那 娃下子 醉了怎么办呢 然后一流场 这辈子就没孩子了 回不上了 白白说的不错 换成我看谁不喝 当场就暴怒了 那不一定怒 是吧 像刘强东这种啥的 不一定怒 你要说那个啥 那个开明矿的 那肯定就接了 或者官局长 副局长那种 就具体就接 你在政府里试试 这么一个 那个政府的人打过交道 在私下的酒局 你敢不喝酒 想在那 刘强东不能暴怒 最起码还有央视在那拍呢 不能周术国的 那脸已经放下了 对不对 不行 咱给大家再看一遍 这个 再看一遍 在后面刘强东说话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脸就落下来了 看那些员工 那些人谁没指声 医生都没指 大家都在那块 那你就这样 都不指声 这时候谁会插话呀 然后他就不自然了吧 他在那块 就在那块 就说这说闹的 就开始说 你看刘强 进酒了 那女的 人家把杯子卡子拿起来 喝的啥 我看喝的是一个啤酒 不是红酒 半杯的拿起来了 都喝了在那 他在那就在旁边 不动了 比较哥说你呢 我在这会儿喝水 你干啥呢 你 你说比较哥 听这么长时间了 他就 没个眼力劲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